在元宵裡就把他放鞭炮 要趕走溫神啊 對 其實人定勝天是錯的 因為人在怎麼努力 在怎麼科技發達 一個小小的病毒 你都沒辦法去抵擋 但是古代的時候 沒有現在的這種 所謂的醫藥科學 用什麼 求神 所謂說元宵 元宵就是小過年 鹹水的風泡 重頭戲是在元宵煤 那今年有三組 就今天晚上耶 對 今天晚上 而且有兩百多的大小風泡 可能有八十萬元 八十萬元 可以整個公司 差不多九點半 半到十幾點 那個嚇到他就不說 沒有病毒了 什麼病毒都死了 病毒了五十二度而已 五十二度就死了嘛 五十二度以上就死了 所以真的 我跟他說 他不要去那電腦安全 真的 所以說風泡 這風泡在你過 我們說到鹹水 過去我們說 一負二六三萬元 四月燈 月燈就是鹹水 在台灣來說排隊四名 所以鹹水燈以前有一個港 所以以前的商業活動很好 但是在這個公司 十一年的時連續 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來 裡面都燈到什麼 那個瘧疾 瘧疾的那個後亂 燈到後亂 荷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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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十四十五年 三天出孫 先算放好 放一個而已 那年幾個荷瘧 都改過了 很奇怪 總會開始就變成一百多年的 這個方向 總會開始燈下來 所以把瘟疫 送走瘟神 就送走瘟疫嘛 就利用到關鐵牙 所以關鐵牙嬰藍的時候 最老的就是所有咬到 在店面 整個都擺泡什麼 整個叫出來的時候 擺泡 擺泡就是三錢三錢 就像我們擺殘 這樣擺過 有要看擺過 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在動到頭前 那是二十六年 因為泡是要有生命者 泡是要讓生命收 生命收泡之後 然後來撥避到 我們這裡所有的基民 所以你不要去把他擺泡 應該是米到新郊的後面 不要讓新郊的頭前 所以如果要泡 是可以說一個高潮 最後就是在他們 一個國中的運動場裡面 那真的是萬泡齊發 泡成大車名 對 今年大車名 所以今年因為有多了 武漢病病毒的關係 我們希望 經過這個儀式醫療 臺灣沒有事情 另外 完消的時候 就有一些雜貓 過去我們臺灣 日本時代的時候 同樣是很多 同樣是很多的時候 雜貓跟完消媒的時候 過去你如果完消媒 頭蠻 頭蠻昌 雞蠻紅 就是說在完消媒的時候 很多雜貓 想說我未來人生的 健康在哪裡 那時候剛出了一個事情 叫鴨鴨 鴨鴨三月而已 因為他們老白老母帶死 老白老母帶死後 他跟他們各個兩個生活 他們各個帶著一個大車 那個大車 有夠可行的 給他孤獨 孤獨 這回軟 三回 一個那隻鴨鴨 叫他去廚房 要乘茶 還沒吃 整個三比八三到 有一天早上 已經坐在鴨鴨鴨 所以三回 孩子鴨鴨鴨 當然那是一個政策 大家覺得很可憐 過去如果是可憐的時候 如果有症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症 就變成鴨鴨 很多同樣是把那個心情投射 因為同樣是十個八個都去用購動 衛客無人知道 就去利用這個完宵的時候 來關鴨鴨鴨 關鴨鴨鴨的時候 找兩個都10個 一定是不結婚 怎麼可以關 兩個都10個 10個小時 他就拿一隻鞋子 鞋子 鞋子面上放一個謝謝的水湯 水湯有一個飯食 飯食面上 就餵一個人的臉 裡面放煙燻 煙燻水粉 還有一些愛用的東西開始關 鞋子鞋子鞋子 請你來擲鞋子 擲好鍋 擲好聲 如果有聲 水湯頭鋼三聲 就開始關 那個時候聽說他有來的時候 那水湯你要壓壓不起來 比較重 三歲的小孩也有鞋子 三歲的小孩也有十多 就開始關 開始問 問的時候可以再問輸 那時候最怕什麼 如果有一個臂馬來 發覺阿嫂來了 馬上替人 嚇一跳 我不怕 他只怕阿嫂而已 他就跟阿嫂走路背了 所以說在過去我們關燒臺灣 不管是南部的鹹水的風袍 和南北部 中北部以上 有人在關鞋子鞋子 這就是跟我們過去臺灣的一個風袍